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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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看了一个文件新闻 我觉得对他们七短钟的老师 包括这个我们搞临床中医的 也是一个方向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这个文件是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车发展的若干政策 我不知道有没有老师看过 如果没有老师看过 我给老师说一下 有个几点 我觉得非常好 再次说的这个是2021年3号文件 是去今年的1月份下发的 中医药全面参与疫情防控就职 做出贡献 夯实中医药人才基础 提高中医药教育整体水平 建立中医药课程体系 先中后席的中医药专业课程体系 强化中医师为 培养和中医临床技能培训 这是其中我简介的一条 下一条我觉得特别好 叫鼓励有条件的中医诊所 组建团队 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按规定收取签约服务费 完善七一学习中医制度 提高中西结合临床研究水平 用五到十年评选表彰 三百名左右国医大使 和全国名医 培育三千名左右中医药优秀人才 十万名左右中医药骨干 实施名医堂工程 以优势中医医疗机构和团队 为意图建立一批名医堂职业平台 这是我简介了几条 大家可以上国医院 国家中医管理局那网 去看一下 其实对我们中医的发展是越来越好 但是大家又很庆幸 大家是从去年 包括前年 一直在跟于齐老师在学习 还有杨老师学习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 昨晚我在做市场的时候 到我们的一个平台学院那 原先都是有一些西段中的 随便开一个方子 一天可能是 看三五个人 什么都可以了 很轻松 因为这个我那天还去了一个 一个诊所 四平一个诊所 也合作好多年了 他那个 他那个这个 中医诊所 不开中药 这也让我很纳闷 我说你这个诊所 干这么多年了 你就搞说法呀 扎针道 那我就搞说法 这个患者来就认可我的说法 我说累不累 累不累 一个大医院丑来了 搞针道的 为了中药不开呢 中药又这个 又进药价子 又来进影片 我现在太麻烦 我说那你找个药店 合作吧 你先找个医药公司 你去看看那个药材的价格 再找个医药店 谈一下合作 那也行啊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你说有的时候 我们就是改变一下思路 包括我们学习也是 只要你出来学了 你就有错过 像我余老师总说的 这个根明师 坐临床 有悟性 这个悟性 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含义的 一个是天生的 再一个是厚田 但是没有那么多天生的 谁生进来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天才啊 太少 尤其中医 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就是背 连方哥都背不下来 连中药的药理药性 都不知道的话 怎么去学啊 那有很多 这个我们的学员 那天天听老师的那个网课 那都听到下面一脸狗 每天都这么学 他不学的话 患者一来 他在哪 还翻本 你说是不是有点尴尬 这是我说的一些体外话 这个来到明德的平台 这个大家也知道 我明德 培训从08年开始 这几年一直在做 这个京方的培训 其实大家还是有很多收获的 你不管是认真 其实林桃大家也受益了 同样京方也受益了 受益于我们于奇老师 杨老师 来我们热烈掌声 感谢杨老师 再一个是强调一下 大家这个手机一定要静音啊 因为这个来回接电话 影响到整个会场 一个老师讲课的一个氛围 再一个是大家可以不用录像 整个网课 到时候这个明德选顺都有 你就仔细听就好了 你要是移到录像 我觉得听课的时候 你回去录像的时候 没有一次看 没时间 老师我录完回去再看 录完回去再看 录音了 录完也回去再听 录音也回去再听 结果全没有做到 又回家你一耽误 啥事都忘了 大家就是不用录像 也不用录影 就回去到了网课 重复去看 就可以了 我再说一个 一个词挺好的 就是我想拿的词 也是王老师说的 叫 有意在身 行天下 必定有用 不定时 未雨绸矛 心中稳 机会来时 便腾飞 也送给大家共勉 因为我觉得这个词 就是 假如说 你要把这四句话 背进来 每天都在鼓励我们 去学习 这是一个方向 我再次 这个代表明德平台 对大家的这个到来 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也抓紧时间 那么接下来 请一位就是 这个明德平台的老大 这个 一个墙 一个宝 这个四堂 就选择那个四堂 人生都会晃 是吧 跟着董事长 一切都不白忙 我把我那个套票省略了 完了这个 为什么要介绍一下 我们老大呢 其实很厉害 其实大家 在坐的老师 一定要有危机感 在学管理呢 这个现在开始 从医了 就是唱歌的演员 都不唱歌 拍电影去了 就这个很厉害 人家这个 也中医助理 也拿下了 就马上考职业 说明有什么问题啊 只要我们努力了 就有首播 掌声有请 明德中医平台 董正强老师 掌声不过热烈呀 是不是 你掌声热烈 还有福音呢 好 尊敬的余老师 杨老师 明德平台的各位家人们 大家找上行 从昨天开始啊 到今天 就是一个心情 就特别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看到一张的面孔 都是平台的老朋友 能够再一次 在沈阳相聚 共同学习精方 其实这是一件 来自不易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2020年 大家都经历了 一些风风雨 我们包括 精方课的这种组织 也受到了 很多很多的障碍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今天是2021 一个新的起航 今天是我们 精方钻面班 一个新的起航 我相信呢 未来在余老师 和杨老师 二位老师的这种 带领下 一定会让我们 明德平台的精方班 会越慢越好 因为昨天在跟 余老师 再去沟通的时候 我们已经 为未来开始设计 已经为未来 开始展望 那么未来呢 我们会给大家 因为咱们 现在这个 专门班 已经开到 11期了 上一阶段的 专门班 还有一期 二期 紧接着我们 会开舍诊班 舍诊班之后 我们会继续开发 我们的专门班 我们会三期 一个阶段 三期一个阶段 就是三期 讲一个体系 来给大家去 讲的都是实战的 都是临床的 都是充干货 让大家 拿回去就会用 希望大家能跟着平台 把每一个系统的 实战班 学会 把它用好 那么未来 也在跟 于老师 再去沟通 再去解决 大家临床的问题 我估计很快 也会有临床方案 那么再下一步呢 我们还会 组建 京方的 助教 讲师团队 也会在全国 去开展 我们的京方课程 所以大家只要 愿意 跟随两位老师 去学情方 去 做临床 明德中医平台 一定会给大家 一个无限 发展的空间 不单纯 让大家把记录学号 还要大家 在 未来 都会有一个 更好 更好的一个 社会呀 还是 这个 整个的一个 在 你的这个 圈内 都会有一个 非常好的 对大家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那么今天 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各位老师 我看了有一些 新的面孔 第一次 来到咱们会场 来学习 于其老师 京方课程的 举下手 我看看 大概有 不到20 将近20位 好 为什么要问一下 大家呢 因为 知道大家 有一些 新来的伙伴 那么 于老师和 杨老师 在课程上 可能就会 对新来的 这些老师 有些倾向 会帮助大家 去上架 去串联一些 因为 这是第11期 前十期 大家都没有听到 那么 有机会 大家一定要去 把 前十期 没有 听到的课程 在网上 去补上 现在 还没有 进入咱们 网络平台的 老师 大家 去说我看看 没有在云地 明德 平台 注册的老师 还有那么多呀 下去之后 去找 高尹 高老师 让他给你安排 去进到 云地 明德 平台 因为这个 平台里面 不只有 于老师 杨老师的 十一期 京方 专并班 而且 还有 我们在 去年 一年的 直播的课程 有很多 经典的课程 大家可能 还都没有 学习到 一定要有时间 到平台 去把它学了 当然了 这个平台里 还有我们 最尊敬的 天俊军教授 还有我们的 陈斌老师 肖峰老师 还有几位 老师的课程 都很精彩 有很多 很多的课程 所以大家一定要 注册了 在网上 拿好时间 去学习 那么 本次课程 给大家安排了 很多丰富的内容 经历 于老师 杨老师的 实战课程 那么 包括 下午 我们还请了一位 最近 我在文整 开展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项目 也是 这个 呃 存手法 治疗 这个 呃 应该说是 大家可能去年 年会的时候见过吧 应该这个 金木枪 正体枪 不是金木枪 是正体枪啊 正体枪去调 调理脊柱 撤完调理骨盘 调理这个 骨项 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我最近 门诊卡甲的非常好 回头晚上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分享 大家可以去 关注一下 因为我们不单学 综艺青框 在这个平台上 一定要是 多学科的融入 多角度的植入 最终一个目的是什么 是让大家 能够把门诊做好 把收益提高了 大家说对不对 好 那就这样 我看大家 已经按捺不住了 就想 迫切的 听 于老师 给大家讲课 大家说对不对 你看这会儿的声音 给你帮我讲 我发现大家 应用问题啊 我说我让你们 挣钱 你们都不鼓掌 我要你们听 余老师课 你们都开始鼓掌 这说明余老师 能带给大家钱 大家都对不对 对 你看 这声音还不行 我还想问大家 大家今天来的目的事 知道吗 是不是学习 学习 目的是什么 为了以后 回去更好的临床 挣钱 对不对 那你来了 是不是要把自己 放放充自己呀 你现在还没有 融入这个平台 你怎么能学好 大家说对不对 各位老师 大家早上好 早上好 一定要我们自己融入到一个氛围当中 当你把自己融入进来的时候 你不管是学习要好 工作也好 我认为首相平民 对不对 就像给每一位老师的一个掌声 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掌声 都要热烈 是不是 那你鼓掌的时候 你还把这几条经络统支出功了呢 是不是 各位老师 大家早上好 好 大家用最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于奇老师给大家授课 每一次站在这个云地 民革学术平台的掌台 我都非常的激动 为什么呢 因为呀 以前有很多熟悉的老面孔 那么还有我们很多的新面孔 那么去年一年的时间 由于疫情的影响 但是我们的课程呢 并没有间断 我们这个 可以说是移动的讲台呀 随时在移动 不仅在我们的 岸山的台湾举行 在我们的长春 那么今年呢 我们又把我们这个平台呢 移驾到我们的辽宁水阳 那么我们下一期 就是第十二期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京方班的最后一期 我们还回到我们的总部 长春去讲 那么第十二期呢 我们可能是最后一期了 所以我也想换一种讲法 那么第十二期呢 除了杨老师为大家讲解专病之外 那么我全程为大家 在这个四个半天的时间 大家你有一些患者 看不明白的 你可以带过来 我可以免费为你现场看病 那么这一天的时间内 如果你在我们第十一期 所学到的这些内容 你还有哪些疑惑 我给你现场做答疑 好不好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问我 你得家里边打好 用你的这个电脑打好 比如说我不限制问问题 比如说你问我四个五个 我都会一一的在现场为你做解答 直到你 感觉到最满意为止 那么这里也有你所需要知道的 也有别人所需要知道的 因为我们做一个圆满的嘛 这个十二期结束了 所以最后这一期呢 我主要是为大家做一些答疑的活动 包括你学习这十一期经方 你看你还有哪些疑惑 在临床当中对什么病 还有一些弱点 或者是还有一些迷茫的地方 我可以为大家现场进行解答 包括诊断处方 用药加减指导 所以我最后一期有这个打算 最后一期有这个打算 那么还有杨老师呢 还有那个专并为大家讲解 不仅是我现场答疑 还有杨老师为大家讲课 所以第十二期 那么我们第十二期 还有一个舍诊班 因为我们是四天的课程 两期的这个两天的这个专并学习班 还有两天的舌诊 这两天的舌诊呢 全是由我为大家讲解 大概有二百多张舌诊的图片 我们只讲与临床最贴近的 我们不讲舌头是什么 还有什么肌肉啊 组织啊 有什么功能啊 我们不讲 我们上来就看舌胎 看舌指 通过大量的这个舌胎舌指的照片 带大家去领略中医的精华和奥秘所在 啊 同样一个舌头 在心脏病怎么治 在肺病怎么治 五官科怎么治 皮肤科怎么治 啊 那么 命要生殖系统疾病怎么治 你看就这一个舌头照片 在不同的疾病当中 他选方用药是绝对不同的 啊 是绝对不同的 所以大家还没有报舌诊班的啊 你就赶紧啊 报名 因为我们场地有限 我们大概只招收啊 六十名学员 现在大概可能是报名 也是五十四五人了啊 我们就报名啊 马到就为止了啊 那么有很多的学员呢 给我发了微信 所以老师我们上期讲那个财富贵制汤啊 啊 我回家用了 疗效非常的好啊 那我们还剩一点没有讲完啊 没有讲完啊 我们做事必须要是有始有终 所以剩一点呢 我今天呢 在这里呢 也带大家去讲解啊 那么我们十二期经方全开完之后呢 我们每三期为大家开一个特色的专并学习班 什么叫特色专并学习班呢 也就是说这三期我们就讲一个系统疾病 比如说我们一期讲的是整个的循环系统疾病 带你去领略整个中医对心脑血管心血管系统疾病的治疗 第二期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皮肤啊 我们大概呃用一年多的时间要把中医的这五大体系疾病带大家都去领略一下 为什么有这个设计的课程内容呢 因为我发现了我们作为一个中医的学员呢 一直在奔波学习的道路当中 大家各个平台去走 今天上这儿听点 明天上那儿听点 今天听这个大师讲点 明天听那个大师讲点 其实大家回家你一看 你收货还是料料无几 非常的少 为什么当时你在课堂的听的觉得好像是啊 这个热血沸腾 但是你回家一用 你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啊 所以我们啊 这个云地明德学术平台啊 啊 这个啊 董总就跟我商量一下 我们要按照这个专病的体系为大家去讲解啊 让大家去领略一下 这个五大系统疾病的啊 整体的诊疗方案啊 起码咱不能说把所有的疾病都治好 起码你在临床当中 门诊当中最常见的疾病 多发病 常见病 我们都能解决就很好了啊 那么 闲言少叙 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课程啊 那么财富贵之汤 我上次在我们长春的年会啊 我并没有讲解完啊 所以说今天我们继续把剩下一些讲解完 因为它很重要啊 很重要 我说了吗 这个财富贵之汤 如果你在临床上对一些疾病你拿不准啊 确定不了怎么治 你都可以把它作为起手方计来应用 它都会让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啊 所以说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啊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看一下治疗慢性胆囊炎 胆囊解食啊 这个胆囊炎呢 胆囊解食在临床当中可以说是最常见的疾病了 那么西医当中用一些消炎药啊 什么力胆排食啊 消炎力胆啊 胆痛胆疏啊 现在治疗这种消化系统疾病的药非常多 特别是中程药啊 特别多 但是它的疗效呢都是一般 为什么 它只解决了标的问题 就是直指疼了啊 鞋肋疼痛连接后胃有一些恶性不爱吃饭 吃两天不疼了 但是过两天吃油腻大的了 熬夜了 生气了 上火了 又犯了 所以很多的这个患者都愿意选择用汤药来治的啊 我们发现用汤药治完这个胆囊炎胆囊解食以后呢 啊 它这个复发率还是很少的啊 特别是胆囊解食超过1.0以下的疗效最好 你超过1.0以上的你算一下胆管才多大啊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治什么病你都得有根据 有些人说我这个胆囊解食1.5了能排除了不 胆管才1.0 你认为它能排除了吗 那必须你是碎食或者是手术 对不对 所以对于1.0以下的啊 特别是0.6 0.7 0.8 0.5的 哎 这个疗效是最好的了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案 大家拍照这个影不影响你们 这讲台影响不影响啊 影响把他抬着我不用他 我们一切为了你们考虑啊 给他抬走 别影响你们拍照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患者啊 这些患者都是我在临床当中的患者啊 都是我在临床当中的患者 某男69岁 主宿又邪类不适啊 首先他的硬位啊 在胆囊区啊 又邪类不适 食脏满食疼痛 口干口苦甚至恶心 时候症状加重 彩超提示啊 这个胆囊原性改变 伴有胆囊泥沙样解食 你看这个泥沙样解食 一般很少有人等泥沙样解食 去栽除胆囊的啊 你看我们西医 西医学治疗疾病最大的就是什么呀 创伤性治疗啊 一有病手术栽掉啊 大家知道 胆对我们人体整个消化系统 是起着决定作用的 我们皇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叫做 十一藏节取决于胆啊 胆者中正之官决断出烟啊 所以胆不仅参与消化系统 与我们整个人的精神情质思维活动密切相关 所以奉劝大家 胆囊解食不要轻易的栽除胆囊 除了你整个胆囊里面满罐解食了 已经胆囊出现无功能了 那做不得已的 那没办法了 栽了 剩下只要有办法都不能轻易栽除胆囊 啊 平素乏力 微寒之冷 易感冒 你看这是一个什么呀 脾虚的人啊 脾虚的人 着凉生气之后呢 啊 这个胆病加重 一直服用硝烟粒胆片啊 鸡骨草胶囊 粒胆排食颗粒 金胆片 你看这整个质胆的药都吃个变了啊 等效果实好实快 吃上就有效 平药呢 它就复发 舌指淡红 有小齿痕 胎薄黄 脉尘无力 我告诉大家 使用财物贵制汤了 有一个窍门就是什么呀 你一定你是排除舌胎是黄厚腻的 只要是舌胎不是那么厚腻的 你一身舌头像豆腐沙一样 你拿小板都挖不下来着 你就不能用财物贵制汤 其他的你随便用财物贵制汤 只有这一点禁忌症 一身舌头看一看 舌胎厚厚的 腻腻的 是不是啊 不管是白腻的 还是黄腻的 只要有腻胎 就证明有什么呀 湿热或痰热重 是不能用财物贵制汤的 因为他犯了贵制汤的禁忌症 我们在商寒论当中讲过贵制汤的禁忌症 是不是啊 反酒客令不可与贵制汤 得之者偶 以酒客不喜干 故意 提示了体内湿热重的 是不能用这张放弃的 那么我们中医 把胆囊 人或者是胆囊 那个解食 我们中医把它叫做胆胀病 这是我们中医的病名 叫胆胀 你看我们辩证 属于胆热犯胃 营胃不合 胆热犯胃 我们的胆囊 与我们的胃 关系是最密切的 为什么最密切啊 两者同属于六腑之一 六腑是什么呀 胆胃大小肠三交旁观 胆和胃同属于六腑 而且在气化方面 又同主降卓 所以胆有热最容易范胃 胆热范胃 胃气上腻 最容易出现恶心 呕吐 胃完肠闷 不欲食 就是我们商寒论所讲的 脏腑相连 齐痛臂下 邪高痛下 故事欧也 说明胆病 最容易范胃 肝病 最容易影响 脾 身份肝炎化都脾大 胆囊炎 全是恶心呕吐 爱吃饭 胃不好 这个胆热范胃 从哪看出来呢 邪内不适 胀满腾重 口干口骨 这是有胆热的表现 饭胃呢 恶心 胆热范胃 为什么有营胃不合呢 大家看一下 这块有平素 乏力 微寒之冷 易感冒 他们看见 平素 体质是一个虚性的体质 所以我们选择的就是菜红贵汁汤 我们看一下这个处方 这个处方 大家把这张处方记好 这张处方对胆囊炎的慢性胆囊炎 急性发作 或者是急性胆囊炎 或者是反复发作 千言不欲的胆囊炎 疗效是非常显著的 为什么我们办这个班的宗旨 是大家学了就会用吗 大家有很多 你也是我的老学员老朋友 是不是 知道我们平台 为大家所拟的处方 都带有剂量的和加减的 你不像是别的平台老师讲课 用财乎贵汁汤加减治疗 加什么也不说 减什么也不说 剂量多少也没有 那请问大家还能学到什么东西 对不对 既然我们出来学习 就得是学点真东西 对不对 你回家你说 有一些我们西转中的 老师说 我这个我不会用剂量 我也拿不准 那我都给你拟好了 对不对 这都是成人剂量 一天两次 饭后八个小时服用 我们大家看一下 桂枝勺药 加甘草 这是桂枝汤 因为我们治疗这类疾病 我们把姜爪都要去掉了 大家看 财乎十五颗 王秦十颗 半夏十颗 党参十颗 枝干草十颗 前面我用黑字打出来的 这是财乎桂枝汤 财乎桂枝汤 后面加的牡蜜三十颗 我告诉大家 胆囊的疾病主要是什么呀 主要是这个邪内部的胀痛 而这个牡蜜这个药 特别是生牡蜜 对于解决斜下脾硬 斜下脏痛的疗效是最好的 大家不要认为 是不是圆无止痛效果最好 不是的 对于胆囊类的疾病 邪内部 包括肝病的邪内 包括一线内的疼痛 牡蜜是最好的 软肩散结 止痛的药 为什么 这是我们秉着张仲锦 商哈论 小财乎堂方后处 第96条的加减法 斜下脾硬者 去大找加牡蜜 为什么要加牡蜜呢 我明天最后一篇课 我会为大家讲解 由小财乎堂一系列的加减应用 我会跟你讲 它不就是要你加一个牡蜜 它是交给你一种加减的法则 什么法则 软肩散结的方法 所以这个牡蜜用30颗 如果这个人 如果这个人疼痛比较厉害的话 你这个牡蜜还可以用到60颗 这个牡蜜你不用怕 我们大家知道牡蜜是最便宜的药 我们吃的各种的海鲜的贝壳 是不是 这个牡蜜 搓链子浴巾 这两个药是我们已经做过药理的了 这个都不用说了 搓链子是苦寒食品 郁金是心寒食品 这两个药在所有的疏肝解育药当中 唯独这两个药是具有寒粮之性的 你看其他的疏肝解育之药 什么香腹啊 佛手啊 香园啊 荔枝和啊 青皮啊 陈皮啊 全是新温灶裂之品 唯独这两个药是具有寒粮之性的 为什么 因为肝胆一有病最容易遇耳化热 所以这两个药不仅有疏肝瘀 而且有清肝果 并且有明显的止痛作用 你不要认为只有搓链子配圆壶才有止痛 其实圆壶的止痛作用 对于板囊的疼痛 它像我并不是实际理想啊 搓链子和郁金本身就有利胆的作用啊 你看我们做药理实验的时候啊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是没做过 因为我带的这个学生啊 是我们辽宁教育大学的这个 学业科的主任啊 那么张慧永老师 今年呢也被评为我们辽宁省的民中医啊 省民中医啊 可以说是我们辽宁省最年轻的民中医啊 今年可能是才38岁啊 38岁 那么大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搓链子和郁金给小鼠用上以后 整个奥迪科学机马上就舒张 胆质排泄特别的痛胖 所以就成为我治疗胆系机啊 胆系疾病必用的两个药 搓链子配郁金 这个广木箱配蒲公英 这是我们老师的一个经验 其实最早的时候 这个方机叫青蒲眼 为什么叫青蒲眼呢 最早用的是青木箱配上蒲公英 叫青蒲眼 但是由于这两年青木箱呢 由于马都林科植物对肾功能的损害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青木箱 换成没有毒性的广木箱 一样要消耗 木箱就有行三交气机的作用 你看这不有胀痛吗 蒲公英这个药 既能够清胃热 又能够清胆热 而且它寒凉不伤脾胃 大家都知道喝不定了野菜啊 随便吃是不是 所以你看用财物贵之汤 加上这么几个药 这几个药可不是在林科植上随便加的 它都是有根据的 我们加上酥干清活止痛的串链子浴巾 加上锂气行气止痛的青蒲眼 加上斜下脾胱的牡蛎 好 我们看一下 对胆囊解食 如果这人合并胆囊解食了 我们也想要融化解食 我们加的是生内金30颗和海金砂30颗 这两年海金砂比较贵一些 可能这两年草药比较涨价了 海金砂比较贵一些 对生内金的化石 大家都知道了 生内金配海金砂 这是我们《问命条片》最著名的二金汤 我发现了我们很多的平台的老师讲课 愿用五金汤 金钱草 海金砂 鸡内金 玉金 串链子 但是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 我发现了72斤比较效是最好的 其他的那斤加起来太多意义也不太大 对于化石效果最好的 还是这么二斤效果最好 二斤最好 但是剂量你稍稍大一点 你看生内金采用30颗 海金砂采用30颗 现在我前两天看一个电视的报道 说由于现在肌内金的广泛应用 很多的药厂都把压内金当成肌内金应用了 其实压内金临床疗效病不好 所以你进药的时候 你要取到一定要正确 松动解石 比如说解石个比较大的 那里边卡着就有砍盾 你下不来怎么办 我们用威宁仙配王不留行 它就有松动解石的作用 你看刚才我们讲的 它是板囊泥沙样解石 所以用生内金配海金砂 有化石的作用 使这个解石能够融化 小的解石能够融化 如果大的解石它不动 砍盾了怎么办 我们用威宁仙30颗 配上王不留行 20颗就有松动解石的作用 大家都知道威宁仙 通行12经络 走耳不守 本来在古代的时候 就治疗什么呀 这个乳梗 卡猴 就是我们吃些鱼刺 卡在嗓子上 是不是 它就有松动的作用 它并不是说 把这个解石化掉 而是使你这个解石能动一下 动一下 它就有利于排除 王不留行也是走耳不守的 你看它叫不留行 就不停留的意思 你看我们这个中药的名称 非常豪气的 这两个药是我着重为大家推荐的 这是我们著名的 国一大师朱良春先生的特殊经验 我在临床当中经常去应 如果这个人解石 胆囊解石 疼痛非常厉害的话 一般的药都止不住 什么少药干草汤 四溺散 你都休想止住 用金钱草配乌药 这两个药 大概吃上一个多小时 就能够明显的止痛 金钱草60克 我告诉大家 这个金钱草少了不行 60克甚至可以用到90克 这个剂量我告诉你 你别说你用30克 这个药是它不好使 还疼 你用就用到60克 乌药用到30克 一个是解净的 乌药对于这种打囊的精轮 你看要打囊解石的时候 它挡管精轮 挡管收缩 老百姓讲 叫抽筋 这疼的不能动 收话也不能 喘气也不能 所以用金钱草配成乌药 它解净排石的作用非常好 解净排石的作用非常好 所以我把这个最重要的 至胆脑解石 这个三主要 交给大家 交给大家 可以加在财务柜之汤当中应用 你根据它的情况 是不是 如果它解石不是很硬腾 你金钱草不要 你就没有不要用了 它解石是泥沙样的 它也不用松动解石了 你只需要融食化石就可以了 你根据情况去加 只是我把这个加减提供给你 大家记住了吗 记下来 不然的话大家到老远来 学习搭着车交路费 是不是 住着宾馆 家里门诊 还关门 是不是 得不偿识 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点真东西 所以我们上来就必须讲这真东西 我们不用讲 什么胆囊结构 胆囊怎么来的 大家都作为临床医生 知道那也没有用 对不对 谁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你看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加减方法 都是在临床当中最常见的因素和诱发因素 如果这些胆囊炎或者是胆囊解石 他告诉你 他说但是我这个胆囊炎不能吃鸡蛋黄 我不能吃肘子 我不能吃肉 我一吃肉我就不行 但是我还馋肉 我不吃我还不行 但我一吃我就胀我就疼 这个时候进食油腻加重的 我们加什么 加青皮和鹅猪 这两个药是我们中药学当中 消食化肌力量最强的 大家不要认为消食化肌就山楂深去脉 我消食化肌我从来不用山楂深去脉 我觉得那个力量太弱了 青皮这个药有很好的形器 消食化质的作用 鹅猪也一样 三棱和鹅猪是一对药 但是三棱偏于破血 鹅猪偏于形器化质 就是食肌的庸质 所以这个青皮配鹅猪 这也是我们老师的一个经验 专门治疗重症的十级内瓶 特别是进食油腻之后的 胆固醇比较高的 容易犯病的 我们加上这两个药 我把这些加减法都交给大家 在临床上你根据情况 什么药配在财物柜质汤当中 你自己续配 自己续配 如果喂完匹们的 他不仅是胆囊难受 连及后喂 喂这块老宝老丈老土听 所以我们就用纸翘配上 草白猪十五哥 这是我们著名的张仲景的纸猪丸 纸猪丸 专门能够行器 贱匹除账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并没有加什么厚婆呀 大腹皮呀 香圆呀 佛手啊 反而我们却选择了一个 最有效的纸猪丸的组合 这个纸猪汤在山寒论当中 治疗的是心下肩大如盘 边如悬盘 随隐所作纸猪汤主制 那么李东元看见这个方济好了 在他的基础之上 改康为丸加荷叶 变成纸猪丸 成为消补兼施之重要的组合 这一个胆囊炎和胆囊解食 我们就过去 这是临床当最常见的五种加减方法 我相信大家如果把它弄好之后 就可以了 第三我们看肝胰化皮大 这是最近这几年我接诊最多的 上个礼拜我还看一个腐顺的肝胰化的 是不是啊 来的时候都已经非常重了 不止牙齐出血鼻子出血小便出血 肝脏已经没有弹性了 硬化的特别厉害 而且全身肌肤搔痒 为了开了上周来了一周 开了一周药 这次来的时候小便就不吊血了 身上搔痒大姐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男性患者65岁 我告诉大家 你们要认为肝胰化皮大不可逆转 我在临床当中治疗这种肝胰化 是个精彩超 吸体核磁验症 肝胰化完全消失 特别是结解经肝胰化 整个肝的结解完全消失 但是吃饱时间里长 你别说在你这吃半年要好了 不可能 患者吃长达一年半的主药 所以这几年我肝胰化的患者是比较多的 某男65岁主宿 右斜肋障碗疼痛 连疾后背 踩超提示肝胰化 你看现在我们多好 是不是 不像过去古代的 一摸脉 还你猜 是不是 哪不舒服 哪难受 也不知道什么的 现在我们中医学的理 我们现在西医学的理化检查 就是我们中医学 妄疹的延伸 是不是 过去像扁鹊 华佛这类人都有特异功能 为什么 一看都知道 我们现在没有 必须通过现 现代医学的理化检查 清楚的告诉你肝胰化 你还说没有吗 清楚的告诉你的胸腔有水 你还说没有吗 你耗麦能耗着胸腔有水的吗 对不对 所以中医学要发展 必须要与时俱进 不管这次新冠疫情 是用西医控制的 还是用中医控制的 我们不追究是谁的功劳 但是它是中西结合 取长无短 共同抗议取得的努力 是不是 所以老百姓不管 黑猫白猫抓住耗子 就是好猫 现在不都是中西结合吗 对不对 吃加药 血压降不下来 不稳定 你不害你配合中药吗 配合中药 再上上西药 血压稳定了 逐渐停用中药 西药减量 维持 这不都挺好吗 谁也不敢说 把高血压彻底治愈 对不对 终身不能吃加药了 谁也不能 对不对 实事求是 联合国说了 谁能够把高血压 糖尿病功课 在联合国给你打造一个 跟你一模一样 一边重量的精神 谁也没有 这么多年 15年过去了 大家不还在一直研究吗 所以说对糖尿病和高血压 不还没有达到 知愈吗 不还是用这维持控制吗 对不对 所以医学也是在一个不断进步和发展的 大家看一下彩超提示 肝硬化 多发解解 皮辣 给予饱肝治疗 病情未见好转 来诊 口肝 口苦 顽腐 胀满 甚至恶心 面色伟黄 神匹 乏力 饮食 纳呆 白吃饭 大便 西伯 日疑似 气逆上冲 种我却往上顶着 舌趾 弹红 胎 薄白 使痕重 脉 晨缓 无力 脉 晨缓 无力 大家看一下 这个肝胆系统疾病 对脾胃影响是最大的 除了浑身 没有劲 不爱吃饭 恶性 胃胀 我们中医的诊断 叫股胀 肝硬化 我们中医叫做腐胀病 诊断是肝胆 预热 脾胃有气质 淤血组织 因为它还没有出现什么呀 胸水浮水 所以我们并没有诊断 水也内停 肝硬化有三部曲 第一部呢 先是气质 然后影响到血液的运行 然后影响水液的运行 我们叫做气质血淤水瓶 你看肝硬化 早期的时候只是气质 肝胆有点硬化 鞋的胀痛啊 连接后背啊 口苦啊 恶心啊 不想吃饭呢 是不是 如果失智物智 你不好好治 病情进一步的发展 由气质导致血淤 出现了腐壁静脉的轻子曲章 甚至出现了邪下硬控 舌指子按 再失智物智 就出现了浮水了 下肢肿 阴囊肿 整个肚子里边全是浮水 到浮水那个地步了 你再治 谁治都太难了 是不是啊 就像我们中医所说的 病入高光 是不是啊 那神险莫及 是不是啊 已经到达那个程度了 啊 已经出现了凶水浮水了 那已经到了疾病了 太起了 都已经比较晚了 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处方 啊 这个处方 财花25颗 黄芯15颗 半夏10颗 党参15颗 桂枝15颗 赤枣15颗 枝干草10颗 好 台湖 柜枝汤 啊 软化肝脏的 是肝脏能够处于软化状态的 啊 这三个药 大家看 憋甲30颗 龟甲30颗 生母粒30颗 我没有写草的 这都是生的 生憋甲 生龟甲 生母粒 这是我们温病调变当中 著名的三家散 这三家散 啊 大家不知道 看没看过 刘渡舟 刘老的这个 呃 这个 金方直解啊 刘老是最 推崇用 财户三家散 治疗 干硬化的 只要你坚持服用 我告诉你 你通过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的核磁验证 你这肝脏的硬化程度 指数 80 降到70 降到60 降到50 降到40 它会逐渐恢复 其实我们最开始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穿山甲 但是由于这两年穿山甲的价格非常的昂贵 一般人也吃不起啊 啊 所以我 我开放用药啊 领着我老师的这个观点啊 你看我开放我就是二个药啊 可能有规矩啊 不规矩不成方圆吗 我老师说 你在临床触发 你别来回老家见 是不是 今天加两个这药 明天加两个药 一整触发就20个药了 是不是 哎 你就给你拟定个规矩 只要是照顾到他的病业病激就够了 有两个药就够了 你不一定把这个所有的药都罗列下来 对不对 你看这指壳药 你能把我们中药学当中指壳平常药都放你吗 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改用这个无疾通的三加散啊 无疾通的三加散啊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啊 无诱可分一论当中也有一个三加散 也都是采用的是憋甲 硅甲和生物力 这三个要直接能够软化肝脏啊 使这个肝脏的硬化结解啊 处于缩小或者改善的状态 这个我们通过临床验证疗效非常不错的啊 这个子愿配戒梗啊 通过我课的人大家都知道 这是我们的一种特殊用药啊 以前我不知道 以前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以为子愿配戒梗干什么呢 他也不止咳 他这人也不咳嗽 也不喘 也没有痰 为什么要放子愿和戒梗呢 我不知道 后来我和老师学习的时候 老师跟我讲 他这个经验是吸取我们梦河一派的家 梦河一派一家 就是丁肝人学派的啊 子愿配戒梗有什么说用 叫开废气 达三交 我告诉大家 就是肝音化这个人肚子的账 你用什么药他都消不了 什么厚婆呀 冰狼啊 大腐皮呀 所有的礼器呀 都消不了他这个账满 唯独就这两个药 立竿见养 这就是临床经验 你不服你就试一试 你看一看他有效能 是不是啊 哎我们空口播屏我们说没有用 是不是啊 说没有用 他对于这种肝性的辅障 什么叫肝性辅障 不管是肝炎所引起的 还是肝音化所引起的 啊 不管是肝炎所引起的 还是肝音化所引起的 甚至是脂肪肝所引起的肚子障 你用一般药 你都消不了他啊 你用一般药都消不了他 所以我们就用戒梗配上啊 这个子愿啊 这个戒梗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的神冬奔草经当中啊 专门说了戒梗这个药 治疗啊 长眠悠悠啊 长眠悠悠 惊恐忌器啊 甚至出现了什么呀 哎 邪痛啊 邪痛 所以戒梗既是气氛药 也是血氛药 啊 既是气氛药 也是血氛药 有的时候 如果这些肚子特别胀的时候 你把它标一下 子愿和戒梗都可以用到30克 子愿和戒梗都可以用到30克 如果轻微胀 你就按照我这个子愿20戒梗15 就可以了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戒梗这个药 剂量一大 它容易恶心 你看我们平时治疗这种咽喉 不利啊 用戒梗或者止咳的时候 我们戒梗都是10克15克 戒梗这个稍稍一大 它就刺激 它就有点恶心 往上反 但是 有是病用是药 你在干性腐胀 或者硬挂的时候 它反而显不出来这个副作用了 就像我们仲经所讲的 有故无允 亦无云也 对不对 有病者并受治 它就不怕了 你没病你吃30克戒梗 你看你恶不恶心 你回家你做做事 非常恶心 非常恶心 所以这个财物柜汁汤里边有这个特殊的这两主要 一主是三甲软化肝脏的 一主是消除肝性腐胀的 子愿配戒梗 如果这人软胀比较高的 我这个给你讲的不仅是肝胀化 所有的肝病 包括乙肝 饼肝 甲肝 包括现在的 这个传染性肝病 都适合的 你要举一反三 我只是给你讲一个例子 我不能一会儿讲肝燃 一会儿讲肝炎化 一会儿讲饼肝 物肝 都是这么治疗 如果今天 左岸梅比较高的 我们用三草酱梅汤 左岸梅高 比如说你化下了 骨草左岸梅 骨饼左岸梅 是吧 正常是零到四十 你高了 有的人都四五百 我治疗都四五百 五六百 是不是 你服用完以后 左岸梅逐渐下降 有的人去住院 打什么干粒心 干草酸肝 是不是 效果都不好 效果都不好 我们用的是三草酱梅汤 我告诉大家 现在的中医学 以前难学多了 为什么 与时俱进 患者来 全拿化验单来的 但如果吃完 你半个月药了 你看我左岸梅 还高 你怎么办 你是不是还是按照 注意的变证论质 变证论质不假 我们中医学 永远不能脱离 变证论质 变证论质 是我们中医学的 精髓和核心所在 中医学什么时候 脱离了变证论质 你的临床疗效就不好 但是我们现在 中医学又面临着 一种最新的挑战 叫什么 叫做变病和变证论质 相结合 你在变证论质的 前提情况下 你必须要加上 变病论质的药物 你才能使它的生化检查 达到正常 这个三草酱梅汤 是金钱草30个 锤盆草20个 白花蛇蛇草20个 这个三个草 我们叫三草酱梅汤 你不要问我老师 我没有锤盆草 没有你自己进去 是不是 不要问我 说哪个要能代替 哪个要不能代替 那么我们看下一个 软肝散结 刚才我说了 叫三甲软肝汤 憋甲 硅甲生物力 这我不说 八块酸 如果这人 DNA病毒高的 怎么办 我们现在很多肝病 尤其一肝的 那个NT卡尾 拉美肤定 抗病毒药 你看西医狠不狠 终身吃药 不能停 对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 你NT卡尾 拉美肤定 是不是 你吃一遍时间以后 它这个DNA病毒 反复不行 控制不住 它卖药了 甚至有面是两种 抗病毒药 联合应用 包括我说的 拉美肤定 和NT卡尾 联合应用 用一段时间 DNA还是不降 反而还有 持续上升的倾向 这个时候怎么办 配上我们的中药 降完以后 停用中药 你再继续服用 拉美肤定 和NT卡尾 照样维斯特别好 始终病毒处于 零状态 对于DNA病毒 比较高的 我们选用 这四个药 这四个药 是两主药 一个是土芙苓 配草和车 一个是莲窍 配饮冬腾 土芙苓30颗 草和车20颗 莲窍20颗 饮冬腾30颗 这几个药 全是清热解毒 对于这个 肝病的DNA病毒 具有显著的 治疗作用 你看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呀 变定论治 和变定论治 相结合的 诊疗方法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了 这些饭片的 所以说你套 我给你总结比较细 告诉你哪一个步骤 不是说就财红柜之汤 就治干硬化 你怎么治 你是硬化什么程度 有没有浮水 肚子胀不胀吗 锻炎高不高 病毒高不高 你加什么药 是不是 所以说你学完 你还白学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药 我跟大家说 你看我们最近 这几年 包括各大药厂 各大企业 都在研究 特殊药的配物应用 大家可能没跟过 李老 大家都知道 李老是973的首席专家 就是我的恩师 973的首席专家 是我们中医基础 教材的主编 是我们的国家明卯中医 由于相当的趋势 比较早 要不的话 国一大师一定能平上 所以李老去世了 就平我们 留宁中医的周老 周虚文老师了 他对这种对药的研究 可以说达到了 出神入化的这个程度 他用的一些特殊的药 你看李老 用药很清零 药味又很少 最开始的时候 李老用药 跟我们讲 我跟杨老师 跟李老学习的时候 李老说 我最开始的 我出发 我就拔了药 九味药 后来院长找我了 说不行 你这太太少了 药味 李老师我没办法了 我就加到十二味 后来我跟杨老师 跟李老学习的时候 李老 方后面都加什么呀 生内斤 生麦芽 没有 哥德伦 加的内斤麦芽 没办法了 要正常 他就开八九味药 但是他用的都是最精悍 最有效的 这个药物组合 你看这个 西嵌草配嵌草 三十到六十颗 逐渐加量 什么叫做 逐渐加量呢 就是你最开始 你他俩都用三十颗 或者是 都用到六十颗 我告诉你 把这边学好了 你成为干兵 大家都不成问题 用于血清 钢磨球蛋白真高 这个西根本没办法 我告诉 钢磨球蛋白真高 他老低蛋白 他老没有劲 是不是 单病 哎呀 但是我各种指标 都特别好啊 但是我就是这个 啊 钢磨球蛋白降不下来 我不扔肿罚 一动有的时候 我扶肿 哎呀 我输点蛋白 我还能好点 我不输又不行了 但是我不能老输蛋白 四百多块钱一瓶 我不能天天输它呀 对不对 输一个礼拜 三千块钱 不报销 出院了 没有 一个月 又肿了 你还能输不 哎 他对于这个血清 钢磨球蛋白升高的 我告诉大家 就是肝病的患者 来你的肝病 都给你拿了 一大堆检查 都在一大堆 做完检查 都给你拿来了 是不是 你不用让他做去了 啊 这两个要有很好的作用 在我们商法论当中 啊 这是根据我们商法论当中 提供的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就是我们治疗 有任何一种疾病 它有任何一项指标 你久居不下 就是说你用什么药 都降不下来 这一个指标 它大多数是落脉当中 有淤血 这两个要有很好的 搜落脉当中 血液的作用 啊 搜落脉当中 血液的作用 有的时候老师 搜落脉血液 你为什么没有水质盲虫啊 是不是 为什么没有虫的药 我们发现 这两个药 不仅对落脉当中 血液有活血化一顿 它欠讨 我跟大家讲过嘛 它是血家 最有效的药物 欠讨 第一 血热的 它能凉血 血淤的 它能活血 出血的 它能止血 你看欠讨好不好 它血家 最有效的药物 啊 它是血家 最有效的药物 西欠讨 这个药物 啊 也有活血化一通落的作用 啊 所以我们最开始 其实西欠讨 三十克 欠讨三十克 吃一周 吃两周 哎 这个血清咖嘛 啊 球蛋白 逐渐有一些下降 您是患者说 大家说 我这个下降有点慢 但是我还是很高兴 以前我用西药 肝肿不降 你就逐渐加量 变成四十克 啊 变成五十克 啊 可以的 你不用害怕了 啊 不用害怕 第二 用于反复性的高黄胆 用于反复性的高黄胆 就是这个黄胆指数特别高 肝肿也降不下来 啊 肝肿也降不下来 啊 哎 小卫同学 小卫同学来给我背一个那个阴沉浩唐那个条文准备的 你坐这吧 不用站起来 对 对 对 您的安排小卫 啊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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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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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有想跟他在哪里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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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 男的 女性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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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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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 男的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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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沙寒论》当中 讲《阴墙浩唐》条文的时候 仲敬说了一个这样一话 叫做什么呀 叫做此为淤热在里 深必荒 你看他给我们用的就是淤血的淤 告诉我们黄达语道 持续降不下来 它都是因为有淤血的组织 有淤血的组织 所以说我们最著名的 我们的肝病大家 关佑波先生 我们北京的著名的中医 关佑波先生 是被称为我们中国的治肝的第一人 他就提出来了 治黄虚活血 血活黄自却 是不是 就是你治黄胆的时候 你用一些什么退黄的样 效果不好 你得加上活血化语药 你看我们的阴沉耗汤 只用了三味药 阴沉 交织 大黄 为什么要用大黄的呢 大黄既不是攻下热结的 也不是清热解毒的 而大黄在这里边 只是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 所以在神通奔草经当中提到了 大黄 煮什么呀 下瘀血 血必寒热 各争间集聚 所以大黄是最好的活血化瘀药 你看张忠景用的方 大黄折成丸 下瘀血汤 陶河成气汤 敌朗汤 全部都是用的大黄来活血化语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反服性 高黄胆血症 不降的 我们还是用这两个药 我们发现比别的有效 用于原发性 但知性该用化 这个西医根本没有办法 目前我们国内只有一种药物 治疗这个 效果还不理想 效果还不理想 原来我在治医堂出诊的时候 我就看了一个男性 33还是34岁 是不是 他就是属于原发性的 反之性的肝硬化 我们常用这两条 这两条作为一个方圆 我们用于这个几个指标 反复降不动的 放在哪里 财富贵质汤里 有财富汤和贵质汤 调和肝皮 调和体味 调和阴阳 调和气血 调和盈味 来恢复人体的正常的生理功能 就像我们上海人所说的 凡病若发汗 若吐若下 若亡血黄金叶 阴阳自和者 必自欲 使疾病处于阴阳调和的状态 所以说 我跟大家说了吗 我们学什么东西 你要系统的学练 伤寒论 金贵要略 那是我们中医学之根 是我们中医学之魂 你要想在医学的领域当中 有一定的造诣 或者说 你要想明白疾病的来龙去脉 你这个经典是必须要学习的 我们大家虽然是迫切的 想学专病专方 回家我拿过来就能够应用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 能够真正的从经典理论入手 你看国家为什么这么著神经典呢 大家都有手机都有微信 各个地方全是经方的培训学习班 为什么培训经方呢 大家看一下我们抗议的清沸排骨汤 是不是全是由我们的经方 主建而成的呀 张中景说 是不是啊 虽不能禁欲诸病 恕可以鉴定之源 若能寻于所及 则思过万里 什么意思啊 你学完我的这个经典 虽然不能把天下所有的疾病都治好 但是我要你看见疾病 就知道它的来龙去脉 什么叫做表里寒热虚实阴阳 对不对 你看商法论当中 八纲都有 汉头下吗 温清补和肖吗 汉法麻花汤贵枝汤 下法成气汤 吐法抓地散 和法小财富汤 清法白骨汤 葛根切尖汤 萧法 抵挡汤 温法 礼中汤 是吧 补法 治干草汤 你看八法全聚位 我们后世中医学不就八法吗 对不对 所以说很多大的问题 我在给我弟子上课的时候 我说 我说我在临床当中 有一些令我看不准的时候 我一定回归经典 我一定是从经典当中找答案 一定能给我一个最完美的答复 啊 为什么两千多年前的商函论 大家都翻烂了 还在学习它呢 对不对 你看王肯唐的政治准上那么厚 对不对 为啥大伙都不学呀 对不对 所以说输不在于薄厚 是不是 它有价值 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个是土虫配线草 刚才那个是西线草配线草 这个是土虫配线草 这个经验是我们流浪的经验 我说了 我这个人是实用主义 我不管他是谁 他是有名的无名的 只要你在临床当中疗效好 我都借鉴过来 而且我都试验过 我凭我22年的临床经验 我原来是跟大伙说 我跟我弟子说 我说我30岁 我就日人百人 我一天门检练 我就都看100个患者 是不是 所以很多东西 我都是拿患者练出来手 所以我也感谢患者 为什么呀 对我的信任 对不对 我的患者 在说好多学员 都是跟我出过门诊 是吧 包括现在好多学员 都跟我出过门诊 他好不好都告诉我 李老师这回要没有上次好 你再给我调整 他不像别的 还吃一回两回 不好跑了 我这患者 是不是 不敢说是我的铁板粉丝 是不是 15年20年 都是跟着我 家族的 家庭的 亲信的 都是找我来 好与不好 都会告诉我 你这样才能有总结 对不对 今天吃两个要跑了 你不知道他是好 是没好 你怎么总结 你以为吃好了 其实根本没有效 对不对 干病有瘀血特征者要用 干病而无明显瘀血特征者也得用 也就是说苦虫和线条是干病必用的药物 为什么呢 因为干病最容易出血 干病最容易出血 我告诉大家 我说的这句话 我是得自于刘渡舟刘老的弟子所说的 他所说的这句话 他说我也用我恩师当中的一句话 刘老说 干病的人最容易出血 该用话吗 最容易导致门脉高压 偶血便血 所以最容易出血 嵌草是血家最有效的药物 另一方面干病最容易低蛋白 苦虫 大家看那是血肉有情之品 这是我们中医学当中 补蛋白最有效的药物 你以为西医就打点白蛋白呀 我们中医也有蛋白 什么呀 动物蛋白 苦虫便宜不 很便宜 是不是 我还没有发现所有的虫的药 有土虫便宜的呢 苦虫是最便宜的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两个药对干病 发病就用 发病就用 不管在哪一个房积当中 你愿意用血谱猪一趟 你愿意用格价猪一趟 你愿意用四逆散 你愿意用柴虎猪一趟 发病就得加上这个药物 说到很清楚 有瘀血特征的药用 没有瘀血特征也要用 防止它出现低蛋白 防止它有出血的倾向 什么叫有瘀血的指定 蛇指子岸 有瘀点 瘀斑 斜下疼痛 口唇子干 瘀血症状比较明显的 这叫有瘀血的指定 没有瘀血指定的时候 我们也要用它 我们看第二个 如肝阴化者 瘀血之相 咸也当用之 若慢性肝炎 病程脚肠 久而入落 肝血瘀至 亦当用之 换句话说 有没有我用它 肝病其实就要放上它 这个真是惊艳之谈 真是惊艳之谈 你看我们这个肝病 我们为啥没放上水质 为啥没放上盲虫 肝化浮水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 没用肝水打击玩花 那以后我们明天下午讲 小财务堂分享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看你敢不敢用水质 敢不敢用盲虫 第三 即使为急性肝炎 施主的 毒蕴的 热结的 气欲的 未有不影响 于血脉循环者 仍需用此两药 这是牛肚舟先师的 他被称为我们 商寒界的太斗 被称为我们 近代至商寒第一人 这个话不是我评的 是我们尾声不平的 是不是 近代至商寒第一人 商寒学界的太斗 你看看影响力拉不大 但是英雄莫问出处 刘老虽然在北京中央大学 但是他最早的前身 是在人口 相依 开诊所的 所以我说英雄你莫问出处 对不对 你别管你的出身在哪里 人家现在的成就就很高 对不对 所以这也成为我们 治疗 肝病必用的 要什么 要吸茧草 茧草 土虫 我们三联联合直接用上 所以我说了 有一些肝与花 大家不是不敢治 你是不得法 你不知道用什么好 如果出现腐髓 怎么办 是不是不治了 不是 必须也理治 我们怎么治 我们用张中井 金贵药略当中的 脊胶立黄丸 这个方济 肖腐水 效果非常好 肖腐水 大家听好 不是五临散 不是猪灵汤 不是林贵猪肝汤 而是脊胶立黄丸 这一手方济四个药 脊胶立黄丸 全在方明上 配舞非常的奇特 因为我今天 我不是讲金贵药略的 我不能着手 给你飞嘻哈 我想留给大家 更多的时间 多学点这个 有用的东西 防脊 十五颗 立水的 止痛的 川椒 六颗 就是我们四川的花椒 停粒子三十颗 立水消肿的 大黄 是吧 公下煮水的 配上几椒立黄汤 如果这些肝病 有发热的怎么办 那肝化了或肝炎了 老发热 持续不退呢 我们用的是三十汤 这个三十汤 从古到今 一直在持续应用 比如说我们张仲景的 封饮汤里边就有三十 生石膏 滑石 寒水石 比如说我们著名的 太平汇别河基局方里的 桂林甘露饮 就有三十 比如说我们跟命条边 最有名的三十汤 直接用的就是这个三十 这个三十退热的力量 没个说 特别是肝病的退热 疗效 很显著 剂量不需要你变化 我给你拟好的剂量 不要你动 不要你动 你别来回给我动 不行 这个剂量又小了 那个剂量又大了 我给你拟好的 就已经很好了 很好了 好 我们看一下慢性一线炎 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当中 消化系统疾病当中 最为多见的 急性的我们谁也治不了 必须你上医院 因为急性一线炎 有生命危险 它分为急性初血性一线炎 和急性坏死性一线炎 在短期内都可以死亡的 所以我们治不了急性一线炎 我们只能治慢性一线炎 这个一线炎 经过抢救以后 生命 安全 没有问题了 但是它还是难受 浑身乏力 鞋内不适 吃不了饭 找我们中一条 这个时候是我们中央的强项 这个时候 西医学 抢救过来了 脱离危险了 但是后期的持续症状 西药疗效不好 这个我们中央的疗效 非常不错 大家看一下 这个男性患者 五十岁 他的主宿是 反复发作性一线炎 两年余 两年前 患有急性一线炎 住院二十余天 度过危险期出院 你看出院之后 交给我们中一 打理了 是不是 所以我说 中西医配合 对不对 最好 对不对 中医好 西医好 中西结合 最好 对不对 你不要老说 西医不行 中医好 中医不好 西医好 哪个医学都好 各有各的长处 各有各的用缺点 对不对 急性病 你该上西医抢救 你就上西医抢救 慢性病 后期的身体的恢复 调理 脏股功能的不足 你必须要用中药 经营调理 那么出院以后呢 稍有饮食不节 情绪波动 劳累 机感不适 你看又发 叶数多不多 吃不好了 情绪不稳定了 生气着急上火了 或者劳累 它都不行 有什么表现呢 近半年来 发作频繁来诊 左邪内 隐痛 连及胃晚 你看一线 左邪的隐动 胆囊也 右邪的隐动 连及胃晚 那呆时少 不想吃饭 甚至恶心 口口 食道 稍有灼热 就是这条的热乎辣的感觉 大便三日一行 但排出西便 我跟大家说 你得问好 或者是有的人说 这个便利三天一次不行 我们在商盘论当中也讲过 大便出头应后 必堂 不可攻之 攻之可死 什么意思 大便刚开始排的时候特别困难 但是排出来还有不成形 这是脾虚的表现 你不能用攻下的方法 包括成气汤 马子淹蛮 大成气 小成气 调味成气 马子淹蛮 都不可以应用 它是脾虚 脾虚以后传导无力 运化丝丝 也就是气的推动作用不足 所以它排出费劲 但是一排一排是吸的 这是一个典型的脾虚表现 不能用攻下的方法来治疗 那么注射几天 头包剃小作 服用多发力鸿 就是马灵灵 墨沙臂力 这是未尝动力药 不效 蛇威虹 胎博白 慢悬小作 来这里 什么表现呢 左鞋内部不适 胃碗不适 食道 脱热 甚至恶心 大便 三天一次 但是排出还有点吸 总感觉会真不舒服 老饭 老饭 我们中医诊断为鞋痛 所以有的时候认为 我们中医学这个病名诊断 很简单 其实我们中医学这个病名诊断 不仅简单 而且定位准确 来个病人 大过肚子疼 我们诊断就腐痛 大过这段头疼太厉害了 你看我们诊断就是主术 诊断头痛 诊断为肝胆 愈热 脾胃不合 肝胆有愈热 脾胃有不合 有没有热的表现 有口苦 食道有灼热 甚至呢 蛇 微红 你看是不是有热香 这是肝胆有热的表现 有没有脾胃不合呀 不想吃饭呢 大便还有点吸呀 排除还不痛快呀 这是脾胃不合 所以我说了 财户贵脂糖 作用于消化系统疾病 有调和肝胆 调和脾胃 调和气血的功能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处方 这个处方 财户二十五颗 黄芹十颗 半夏十颗 党参十颗 桂枝十五颗 赤勺十五颗 知甘草十颗 前面七个药 黑字是财户贵汁汤 大家发现了吗 余老师用财户贵汁汤的时候 从来不用生姜大涨 因为现代人 烧心反酸的比较多 肚子胀的比较多 是不是 上海论给我们提供一条 叫偶家不洗肝 是吧 甘者令人踪满 尤其你的枣 你吃完以后 它容易烧心反酸 大枣吃完以后 肚子容易胀 容易满 所以我一般都去江枣 一般都去江枣 胶枝子十五颗 黄芬十颗 莲翘三十颗 果木香十五颗 蒲公英三十颗 这里面又出到这种药主了 叫果木香配蒲公英 看消化系统疾病 不管是慢性的胃炎 胆囊炎 胰腺炎 他们看见 包括结肠炎 只要是肠道系统 消化系统的疾病 我们都要用到这种药物 一会儿我跟你讲 胶枝子这个药 是治疗一线炎 最有效的药物 其实最开始都是用的生枝子 但是枝子这个药 用生的实在不行 为什么 吐得特别厉害 所以我们就改成胶枝子 什么胶枝子 把那枝子给炒了 炒糊不炒焦了 就胶枝子 就不吐了 所以我在临床当中 用枝子的时候 我一般都开胶枝 都开胶枝 我从来不敢用生枝子 吃好几个人都吐 那幸亏都是我老患者 这个要我吃不了 赶紧 你再重新给我开一步 我重新花钱 都没准备退药 让我重新药给开 为啥 而且这药物 一时我就饿清楚 放后吃啥也不好吃 放后也恶心 放前也恶心 我一看就是生枝子 因为我患上胶枝子的 就没事 为啥 他都跟我二十年的老患者 他能说白乎吗 他不可能说白乎 后来我反复的品 好几个患者都这么说 就像我跟大家讲的 白胃也是 我们现在用的白胃 跟古代的品种 白胃不一样 所以白胃极容易恶心呕吐 你用十个人 就八个人都恶心吐 拍完了吗 拍了 只子柏皮糖 刚才我讲的 用的是 参加柜枝汤 配上我们上海论当中 著名的只子柏皮糖 浇只子十颗 黄柏十颗 制干草 十五颗 这是只子柏皮糖 只子柏皮糖 治疗一线的疾病 效果也非常理想 非常理想 这个广浦瘾 原来叫青浦瘾 你看我给它换成广浦瘾了 用的是广木箱和蒲公英 广木箱十五颗 蒲公英三十颗 专门制造热鱼气质 它是病机 热鱼气质 就热鲜鱼在里边 热鱼就出现气质啊 有的人说热鱼为什么气质啊 你看我们听课的这么多人 一百多号学员 如果我们 你看我们这屋也没有窗户 门也关着 马上这屋里边气也不流通了 大伙是不是感觉非常闷的 非常胀吗 热鲜雍制导致气质不利 这叫热鱼气质 这叫热鱼气质 所以说赶紧要把门开了 太热了 是不是 所以说对于这种胃病的也好 肠病的也好 胆囊一线病的也好 胆囊一线病的也好 我们这个青铺瘾也叫广铺瘾 疗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非常显得有 这些大伙老烧心反尊 胃还胀 还打嗝往上反 这个广铺瘾疗效 很好 这个大家记住 一线眼的特效药物是连翘配上胶织子 连翘配上胶织子 你看我们的连翘用的多少颗 三十颗 胶织子用到十五颗 这是我们老师的一个经验 我们为什么要选用连翘呢 后来我查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饱和丸 我们的饱和丸 我们的饱和丸里边 是不是有一种特殊的药物啊 叫做连翘配上来福子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饱和身躯与山楂 成翘来福临半下 是不是啊 消失化质和胃气 兼服一可加麦芽 那么用了来福子配连翘 有的人说这连翘在这里边是防止实际化热的 不是 其实连翘是偶加最有效的药物 我告诉大家 凡是消化系统疾病 带有吐的你止不住 半下生姜 无猪鱼 竹如枇杷叶 也都止不住了 连翘是最有效的植偶药 你不信你就试一试 凡是消化系统疾病 恶心必有力 老吐 你不用小半下汤吗 半下生姜吗 你不加茯苓吗 小半下加茯苓汤吗 你不用污住一汤止偶吗 你不用小汤汤止偶吗 你止不住 我有一个师弟 我有一个师弟 得了一个慢性胃炎 其实挺轻的 就是一个慢性的前表性胃炎 那十个人丢去 不然有前表性胃炎 但是他不行 他老恶心 他如果老恶心 我看着油腻我也恶心 我一生气我也恶心 我一看见什么脏东西我也恶心 他说我还特意 干不正常 转眉啥都没问题 大夫说你就是前表性胃炎 别人给你用小财物汤 笑话不好 我说那好办呢 我说你小财物颗粒你不有吗 他说我不爱喝糖尿 我说那你小财物颗粒 你喝三包 你拿那个汁子熬水 送口小财物颗粒 一周以后他告诉你 这个话太平了 我说你跟老师当时学习的时候 你也保而学 老师就告诉你了 连翘是治疗最有效的药物 从那也都记住了 是不是 你看连翘治疗 疗效特别有效 对于一般性的呕吐 你止不住了 你首选要选用连翘 三十颗 连翘属于壳类的 壳类的 壳类药 叶天寺所讲的 花啊叶啊 茎啊 是不是 都是走上的 都是走上的 是不是 但是我们取它 净的作用 你看加大量了 因为连翘很轻啊 你看用少都不行 啊 所以我不说了 中医还有一个话叫做 中医不传之密 在于剂量 是不是啊 告诉你这个药 这是这个 你看你剂量不给你 你能用不 你用不好 中医学为什么这么复杂 首先就辩证准确 选方精准 剂量还得准确 你差一关还不行 对不对 你法都知道什么法 但是也不会用 剂量不给你 就像我们 利水似的 商场论当中最有效的 今早 我还给小魏说 我说五菱散 五菱散利水效果最好 但是一定是 折蟹量最大 贵质量最小 茯苓 白猪 猪磷量中等 它利水效果才非常明显 你开比例掉错了 它没有效 是不是 所以我们开五菱散的时候 一定是折蟹量最大 贵质量最小 茯苓白猪 猪磷 三菱要是等量 我不管你有多大剂量 你这个比例不能错了 错了就大头成 根本没有效 你不相信 经发这个剂量的变化 就不好 它一定是没有效的 比如说我们的猪磷汤 滴水的 滋液滴水的 一定是三菱 都是等量的 我们的贵质 茯苓丸 大家都说贵质 茯苓效果不好 你用的是贵质 茯苓吗 根本不是 那是你自己变化的 贵质 茯苓 五位要计量相等 四利散 四位要计量相等 你不采用这种 同等计量的 你那是四利散吗 一看肚子疼了 残酷15克 赤烧30克 请问你那是四利散吗 根本也不是四利散呢 那里那是四利散 加潮药汤 对不对 那也不是四利散呢 所以你学谁的东西 你就要向谁 你学商法论 经贵要略 你就把张仲锦 这一套东西 理法方要 阴机政治 要吃透 不然的话 你学的都是什么呀 四不像 是不是 你说它是 五零散 它也不是 里边 阴前浩汤 阴前三十 交织子十五 大方师克 我不是让你都放哪些 我告诉你 这些药对 这些药对 一线然有效 加在财务 贵质堂里 随便加上一组 不用都加 不用都加 但是这一组 是必须用的 你既然都是一线特效药了 你这一组还能不用吗 对不对 你要会听 所以说 你上课一定要跟上我这步法 你要听好 你不要忙着 拍照是一方面 你必须地拍 因为你当时你记不下来 因为我们的信息量比较大 对不对 你拍完以后 你马上听我说 对不对 你不听我说 回家以后 你又懵了 对不对 所以说 你真正会学习的学员 一要拍 二要听 特别是听特别重要 是不是 听特别重要 其实那个照拍上了 其实有的时候 可能我做的PPT课件 你有用 你上其他店 你听的课件 你看你回家 赶紧都得删了 为啥 太占流量了 太多了 回家也用不上 左一堆右一堆的 大家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 那个什么 做法 对不对 拍了上百张 回家以后 哪里没有用 通通都删了 还占流量 看着闹眼睛都 是不是 好 你看我们讲的 都是消化 因为我讲的是 财富贵 你要没听过 我讲财富贵 我财富贵 前面还有一大部分 里面全是经验 总结的 就是我们在联会的时候 在长春联会 我讲了两天 里面全是知识点 你没听到 你回家 自己上平台上去补 我们的网上都有 网上有客气 我们 第十二期开始 以后我们再讲 是永远不会放在网上的 我们都是现场 线下教学 再放在网上 任何一个 因为我们说 不放就不放 因为是疫情期间 我们答应大家 放在网上的 所以说 我们不要聚集 那么多人 所以我们线上 和线下同步 你没看直视摄像机的吗 所以我现在讲 我们是线上 和线下同步讲的 包括全国 贵州 福建 所有的 我们的老学 都 是 我们的老学